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你要懂楞严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今天我们来学习弥勒菩萨世大元通的 何谓一生补处菩萨 何谓龙华三会 世尊我了如是唯心是故 世信流出无量如来 经得受济赐补佛处 我既明白一切都是唯心是所现 亦知道从世信流出无量诸佛 我虽未成佛 但已能献土献佛 广作佛事 佛义知道我已正无上庙缘 世心三昧 故我以蒙佛授记 后补佛位 将来释迦佛退教主位后 我就补上 坐贤节中第五尊佛 来说佛世界 说法 教化众生 龙华三会 指弥勒菩萨与龙华树下 成道之三会说法 又称龙华会 龙华三庭 弥勒三会 慈尊三会 乃佛陀入灭后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弥勒菩萨至兜率天下身人间 出家学道 坐于智头城 华林园中 龙华树下成正等觉 据菩萨处胎经卷二三世等品所在 龙华三会中第一会 说法度众九十六亿 乃受世尊之五戒者 第二会 杜众九十四亿 乃受持三规者 第三会 杜众九十二亿 乃移称麻摩佛者 此外 供养弥勒佛之法会及灌佛会 亦称为龙华会 四月八日 诸四备伴种种栽食 以五香水御佛做龙华会 以象征弥勒之下身 以上萧文致此 恭请建徽法师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好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在修为的过程 其实他所学的跟佛是没有差别 就是要成佛嘛 那今天呢 在这个弥勒菩萨的自己谈 他自己修行的法门里面呢 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些特质 第一个就是他本来世俗心很重 他喜欢呢 到处攀缘 到处认识各式各样的朋友 那这样子的人呢 其实也很不错 就是他广结善缘 那弥勒菩萨呢 是有这样子的善根 他很慈悲 他觉得呢 既然众生有很多种种类 他跟释迦摩尼佛 个性不一样 人格特质不一样 射受的众生也不一样 但是都是可以成佛的 因此呢 他就发愿 他说 我学到的这个法门啊 让我结了非常非常多的缘 那直到呢 燃灯佛 这时候我才成就自己的修行功德 那这个跟佛陀啊 释迦摩尼佛比起来呢 那的确是比较慢 他们是同学一起在修行 那佛陀呢 提早成佛了 那弥勒菩萨呢 他就是啊 同样是同学 他就这个比较慢 为什么 因为他的时间呢 拿去广结善缘 那结了很多缘呢 他说没有关系 因为最后会成就啊 成就的是无上妙缘 世心三昧 那殊途同归啊 最后会成佛啊 而且呢 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 最后啊 跟佛陀结缘的 一切众生也会跟我有缘 所以呢 他就讲哦 世尊我了如是 唯心事故 世性流出 无量如来 经得受祭 赐补佛处 那所以现在啊 我已经得到了 佛陀的受祭 那受祭什么呢 受祭你当来下生 弥勒尊佛 你一定会成佛 而且是下一尊佛 下一尊佛是 谁的下一尊 就是 释迦摩尼佛的下一尊 所以叫做补 补位 现在在后补 就是后选人的概念 而且他不是后选哦 他是后补 就是 如果释迦摩尼佛 的这个因缘啊 时代过去的之后 下一个时代就是他 就是他的时代 那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下 补处菩萨 有的人以为啊 这是要排队的 是不是就是被选的嘛 所以像一贯道呢 他就会说 哦这个弥勒佛 现在掌天盘 那所以啊 我们现在要认识这个贡主 免得到时候呢 被这个掌天盘的 这个菩萨呢 没有认识我们 我们就拿不到好处 其实不是 佛陀呢 他在成佛的过程当中 结的所有的缘啊 都是他 成佛的愿力之一 不用因为 我不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我没有对他好 他没有对我好 那也不用因为呢 我都没有念他 没有拜他 没有跟他结这个缘 哎我就会 没办法成佛 不会的 所以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补触菩萨 不是他在掌控这个世界 而是呢 他这个修行啊 到什么程度 才成为下一尊佛呢 其实他在讲的是 他的修行已经达到最后最后的阶段 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补触菩萨 你不是因为 你的资格被别人挤走 不是是因为你还没圆满 大家要知道哦 否则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是排第五号 那谁是排第六号 排第几号 这个跟世间排名没有关系 这是跟你自己的修行圆满 有很大的关系 就我们自己的程度 所以你如果要比 要跟自己比 不是要跟旁边的人比 这个一般呢 我们在学校 在世界上的各个领域啊 都是有竞争关系 这个竞争关系啊 就是跟别人比 别人比里面呢 你就会变成最优秀 或者是被比下去 变成一个失败者 但是呢 成佛这件事情呢 你没有别人 你只有跟你自己比 那我们到最后呢 就是成佛叫做圆满 所以只要呢 你还差那么一点点 你就叫做补 触就差一点点 还要补嘛 还要补就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呢 他讲经过此生 来生定可在世间成佛 指菩萨的最高位 等觉菩萨 我们从实性实柱 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 妙觉 妙觉就是佛 等觉呢 就是补触的菩萨 他再差一次 再差一个因缘 他就成佛了 所以 这是最高位 菩萨的最高位 下一位就是佛 那一般呢 都说弥勒菩萨 是一生补触的菩萨 在弥勒上升经里记载 弥勒菩萨现在在都率天 在都率内院 他也在那边弘法 也在那边讲经 所以呢我们讲这个 余且实地论 就是 这个菩萨 世青菩萨呢 他到弥勒内院 去听 弥勒菩萨 讲 在都率内院呢 弥勒菩萨讲 余且实地论 讲完之后呢 他回到人间 把他记录出来 那有的人说 那你怎么可以去 因为他有禅定啊 有禅定的境界啊 你就可以到天上去 听佛陀说法 听菩萨说法 那 我们自己去不了 就说 那个是变人的 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啊 就是井底之蛙 没有那种智慧 也没有那种功德 也没有那种禅定 所以你就看不到这种境界 那弥勒菩萨呢 现在在都率天 那什么时候才会来人间 来成为下一尊佛呢 那就要看他的因缘 那怎么样的因缘 基本上哦 在弥勒 下生经 弥勒下生经就在记载 弥勒菩萨什么时候会来 来了之后他做了什么 所以呢 我们知道呢 在经典里面呢 有所谓的 过去节 现在节 跟未来节 过去是庄严节 庄严节当中会有一千尊佛出现于世 现在这个时代叫做贤节 贤节就是有千尊佛辈出 未来叫做新宿节 新宿节也会有一千佛辈出 那过去现在未来加起来就叫做三千 所以有的人会拜三千佛明经 在这里面就记载着这些佛 什么时候出现 哪一尊佛叫什么名字 那我们最认识的就是现在释迦牟尼佛啊 释迦牟尼佛是贤节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导师 那他是贤节的第四尊 那下一尊呢就是弥勒佛 所以叫第五尊叫做弥勒佛 那往前推呢就有所谓的过去七佛 释迦牟尼佛往前往前推七尊 这个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在 匹婆施佛的那个时候开始修 百节的向好 佛陀呢要成佛要三大阿森奇节修福修慧 最后一百节功德要圆满了 这一百节当中呢就是修三十二向八十种好 那释迦牟尼佛呢从匹婆施佛 这个时候呢已经要大功告成 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修百节的 就是用一百节要修向好 但是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啊他很精进 所以呢他超越了弥勒菩萨的进度 提前毕业 所以匹婆施佛是离释迦牟尼佛 好这个时代呢有九十一节 因为他提早九节成佛 所以他的这个时代呢就是他用九十一节修圆满 这三十二向八十种好 那弥勒菩萨呢就跟释迦牟尼佛有一个差距 就是差了九节的差距 要不然他们两个的修行进度应该一样嘛 但是释迦牟尼佛提前毕业 那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啊我还是会圆满我的功课 我还是只要圆满的我就会成佛 那弥勒菩萨呢就说没有问题 早成佛晚成佛都会成佛 那么我成佛之后呢我会在哪里成佛呢 好在弥勒下身经就讲到在龙华树下 弥勒菩萨会成佛 释迦牟尼佛是在菩提树下 所以是菩提道场 那弥勒菩萨是龙华树下 所以他叫做龙华法会龙华会上 龙华会有三会 他说第一会啊我们刚才有讲到哦 他会说法度的众生呢 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 曾经受过五戒的 在最慢最慢在龙华三会的第一会 你就得度了 所以各位 你再怎么样后段班 你一定会有得度的因缘 弥勒菩萨他一定会让你成就 你自己的功德 那第二会呢 没有受五戒啊 有的人不敢受啊 他说哦我这个太难了 我做不到 那只有受三规 那可以没关系第二会呢 弥勒菩萨的第二次的法会 他会度受持三规一者 那有的人呢连三规都没有 有的也来不及 有的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 那你至少呢有念过一称南魔佛的 就在第三会得度 你看释迦牟尼佛啊 他的度不完的众生就由弥勒菩萨接收了 那有的人一听说太好了 那我现在就要跟弥勒菩萨搞好关系 所以有人呢就会提倡 说我们不要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要往生弥勒净土 到都帅内院去 因为他是下一宗佛 那我们呢 比较有因缘得度 其实啊得度不得度啊 就一念之间 你自己在学佛的路上啊 能够有决性 你去哪里啊 都很自在 但是你如果没有这种决性 纵使呢佛陀就在你面前 你还是没有得度的因缘 所以其实不是远近的问题 而是你的心愿的问题 那有人就说 啊那这样子我们就太好了 反正我已经有念过佛了 也有三规了 也有五戒了 哎我就可以慢慢等了 接下来就不要那么着急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啊 龙华三会什么时候呢 你在这个还没有 弥勒菩还没有成佛的等待期 你要去哪里呢 是不是 那你如果是想要等待爱 反正最后我一定会得度 那你这九节啊 怎么办 你就会在那个地方慢慢晃 啊晃会晃去哪里 可能就晃到地狱去啊 可能会晃到恶鬼啊 白白受苦为什么 因为呢你用等待的想法 但是你如果想 在这个时间呢 因为我不要用等的 我反而呢赶快啊发心 速速成就 我就可以呢 在释迦摩尼佛的那个时代啊 这个时代啊 还有佛法 我们就可以协助释迦摩尼佛弘法 那到时候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啊 你会是什么 你就不是被度的那一个 你会变成跟佛一起度众生的菩萨 就像现在的观世音菩萨 是将摩尼佛来成佛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来协助他弘法 文殊菩萨就来协助他弘法 那你将来呢 如果现在就有成就 在龙华会上 你就可以成为弥勒佛的左右手 那你是要作为被度的那个众生 慢慢等 而且还不知道会不会等得到 有时候等过头 错过了又错过 那很危险 不一定有把握 那如果呢是这样子的话 几率比较危险嘛 那不如呢 就来作为佛陀的左右手 作为菩萨 那这时候就怎样 发菩提心啊 所以有的人说 龙华会上愿相逢 没错 是愿相逢 只是相逢 在见面的时候 你是谁 你是什么角色 你是站在哪里 你是站在台上 度众生的菩萨 还是站在台下 还是站在这个彼岸 痴痴的等着佛陀来救我们 那就是看 你愿意让自己站在哪里 所以呢 我们常常在说龙华会 的确是非常殊胜 那弥勒菩萨呢 他说这个圆满的法门啊 很简单 你要怎么圆满呢 就是观一切的法 为心所现 你的心会决定你的命运 决定你的未来 那我们就要相信 自己的心可以掌控 自己的走向 那这样子呢 学佛就很有方向 很有意义啊 那因此呢 我们今天就认识 弥勒菩萨 他叫做补位菩萨 那如果你是补位的 你已经修到圆满了 到等绝了 那你也可以说 你是弥勒菩萨 谁说 弥勒一定要叫那个名字呢 是一定是某人呢 其实菩萨位啊 是一个位次 你慈悲就是观音 智慧就是文书 大愿就是地藏 精进没有扎染 就是十方菩萨 那我们自己啊 就不要小看自己 你只要愿意发心 是一个精进如法的三宝弟子 你一定会有一天 会成为补处菩萨 一定会成佛 这是我们对于自己 修行成道的一个保证 因为这是佛所讲的 不是我们自己脸上贴金 明明就没有那个位置 然后硬要说 我就是佛 不是 是如实的 这是真实语 如实语 而且大家要相信这件事 然后让自己呢 有机会成为佛跟菩萨的队友 那这样子呢 你才学佛啊 才会学得非常的清楚 好以上呢 是今天的内容 来看看我们这一组 我们这一组很特别 今天是由法师来消文 那请看看有没有人要分享 或者是要提问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最近在学佛的一些感动 就是我现在其实在 金融长根医院 那我爸爸最近就是 就因为有些状况就入院 那他入院其实状况是不好的 然后那从入院开始就非常的躁动 那其实我可以理解这个状况 因为他一方面他不舒服 那一方面其实他面对无常是恐惧 那说真的这个过程 我的情绪也蛮复杂的 然后 不好意思 那在这个过程 我就提醒自己 就是 要提醒自己 我自己的心要先安定下了 所以我就先把我的心靠在念佛上 靠在经文上 从他进几着那一天 一整个晚上到天亮 我就送信心 送欺负面对真言 送六字大名兽 就不断不断的让自己的心先安定下 那靠在经文上之后 那我又开始听师傅的开示 包括这个晚上的论言的 就是晚上这个课程 然后还有就是师傅在 建会法师乐场区里面 有很多可能podcast 或是有很多过去的一些 开示的内容 那我就是有空我就打开来听 然后我可能边做我的事情 就边听 那在这个过程到 我爸住院前 大概第三天第四天 我突然体会到 就是 就是众生的苦 就是那个苦真的很苦 我开始 我就起了一个愿望是 如果可以 我真的希望 未来不要再有任何人 可以要受到跟我一样的苦 那在这个过程很感谢 所有的师傅 然后所有的师兄 就很感谢你们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感受到 就是有很多 会有无名冒出的念头 跟情绪 可是当我再 再把心 就是收回来的时候 我的情绪会慢慢的安静下来 然后开始体会 到真的因果是不可思议的 真的所有一切都离不开因果 我爸爸今天会这样有他的因果 我跟他的关系 也有一定的因果 那不是说我修行了 挑战就会不在 但是当我开始愿意 把心收回来 开始愿意修行 所有的功课都在 可是 我可以不会因为这样子 而不起大烦恼 我承认我现在还没有办法 到 真正就是 很超人 可是我愿意 再往这个 的路上去靠近 不要让这些烦恼 带生烦恼 那也不要被这些烦恼 无名将带着走 那今天下午呢 我因为看护有事情 那我来陪爸爸 那我就放 建慧师傅的佛法1.0 放三财童子五十三餐的故事给他听 虽然他的意识一半一半 他有时候清醒 有时候磨 可是在这个过程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就可以从躁动 慢慢安静下来 那我也跟着安静下来 然后开始 就是即使在医院这样的环境 可是我跟他是可以 就是很平静很安定 那我也很安定 我甚至可以在他旁边 我就开始工作 我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 非常的感谢 也非常的感恩 真的很感谢师父们跟师兄 你们接受我的分享 谢谢传议 我们希望大家发心 把这个愿力传达 还有你的笑心 传达给父亲 那佛法其实很慈悲 而且很广大 也不可思议 我相信诸佛菩萨 都是祝福着所有的众生 都是像传义这样子 因为人真的很苦 众生真的很苦 地藏王菩萨 他心里面系着他的父母亲 但是呢 他看到众生的苦 他发了一个广大的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也因为这样子的愿心 他感应了他的母亲 能够脱离地狱的痛苦 那同样的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命中 无法承受的这个悲欢离合 生离死别 爱恨情仇 这是每个人要面临的功课 那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纠结呢 把它转变成大愿 那是我们的一个善根 那也是菩萨 开给我们一条路 那也希望呢 大众啊 你要相信啊 即使我的孩子也好 家人也好 至亲眷属 他在苦当中啊 其实人在苦当中啊 他会开始回到他的内心心灵 所以这个时候呢 能够让他有一个机会 重一点善根 不管是听法也好 那师父有读华言经 可以让他听华言经 或者是听金刚经 或者是听开示 都可以 那我相信呢 多多少少啊 他都会跟他的心灵 一个非常深的善根 会相应 因为佛陀的功德力是这样 若众生心 异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什么时候我们会回忆起 我们自己跟佛陀 其实是同一家人呢 其实不太容易 因为我们在世间啊 有太多太多的杂讯 把我们的心给蒙蔽了 那但是呢 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或者是在意愿当中呢 面临生命中最深刻的痛苦 不住 这个时候啊 反而是一个转机 反而是一个机会 反而是一个可以 好好的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 去唤起自己过去 跟佛陀累生累劫的约定 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这个谢谢传义 所分享的 因为 其实每个人都要面临这个功课 不管生或者是亡者 或者是面临这个病苦的这样子的所有的苦难的众生 我们内在啊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惶惶不安 但是以前呢 在生活中的忙碌啊 已经让我们忘记 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内心当中的不安 那直到呢 必须不得不面对的时候 就会开始 去思考这件事情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佛法会发挥他 不可思议的力量 大家要有信心 把一切交给 自己的自信 把一切交给佛菩萨 因为我们除了 这个给自己的家人最好的治疗之外 其他你能帮忙的 真的很有限 只有你把自己的心 安定下来 发了一个广大的愿 也希望呢 这个父亲啊 会听到你的期待 听到你的祈求 听到你对他的 一个关心 那他的心呢 就会随着你的心 就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之后呢 善根跟过去的愿力 还有福德 现前 就会重抱 轻受 转为为安 而礼苦得乐 好 这是非常 殊胜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也希望呢 大众啊 所有听者 闻者 见者 都要相信 诸佛菩萨的慈悲 跟你内心当中的慈悲 是没有隔阂 没有界限 也没有差别 好 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 有这么大的力量 所以 藉由 学佛 闻思修 让自己 有机会 来 接触到自己的 本 聚的灵明 妙觉 那这是 其实 这是非常 好的一个 生命的经验 那也 恭喜 传逸 以及 恭喜 大众啊 都有这样子的 一个体会 慢慢的 我们会找回 原来 自己 累生累劫的 愿心 好 以上呢 就是 回应 也感谢 传逸 今天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